蝴丹花 我們來試換一幅牡丹花 用專門畫花的筆 充分泡水 好,我用洋紅HWC211 先筆躺下來 清水 爛的 淡的稍微 默契給它長一點 就是躺下來,筆稍微這樣子轉 筆尖沾濃的 因為今天天氣潮濕 我們選擇顏料稍微厚一點 希望它能夠不會太暈 第一鼻 第二鼻 第三鼻 再回來沾濃的 第四鼻 再回來沾濃的 再回來沾濃的 好,一樣再沾濃的 沾水畫側面 再沾濃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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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側面 再沾水 沾濃的 沾水 好,來畫 好,來畫 往下的 部分 到下筆前 一樣筆尖有濃的 然後沾水 再沾濃的 沾濃的 再沾濃的 顏料 再沾水 沾多一點點 再補 濃濃的 顏料補在底間 下筆前 再沾水 沾濃五水 再沾濃的 再沾水 再來沾濃的 好 这一朵的花形 可以的 其他沾水稍微带一下 就底上还有颜料 沾水这里稍微带一下 那整朵花不是一朵塑胶花 是有生命的花 这个位置是我们要画花心的位置 现在来画叶子花和叶子的笔要分开 先泡水那颜料我刚刚已经先准备好了 就是我们画水墨的绿色选择用自己调的 用藤黄花青来调 花青的比例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给它 不要太广的绿色 不要太广的绿色 一样里面要淡的 你今天我来沾点墨 沾绿的沾盘子上还有的墨 方向给它稍微不一样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再回来粘绿的 粘末色 那这个有破笔也蛮漂亮的 就保留它 看情况 如果很漂亮就保留它 是 叫做切线美 好 现在来画这一个牙包 沾绿的 已经沾点红的 好 下面是木本的部分 等一下再加 那因为我这个绿色墨 然后 颜料的浓度给它很浓 所以不会太暈 蛮安全的 现在是小笔 要来勾叶麦 从比较浓的先下笔 用写的 不要写太多 方向 偏这边 偏上面 因为是侧面看 叶麦不要太多 这个很漂亮 我就不想破坏它 好 这个地方画好了 我们再来这里画一个花包 画叶子的笔 沾绿色 刮一下 底肩沾点红的花包 二 三 好 这样子 从这里对着 写下来 然后再来画这个牙包 用跟刚才在画兰花的笔法 逆笔写下来 这一样要接木本的部分 好 来换回画花的笔 把这里 把这里 也可以等干一点 那我们画另外一朵花好了 来画第二朵花 第二朵 我准备的颜色是紫色 躺下来 躺下来 那笔躺下来 那里面有淡淡的紫色 好 现在笔稍微比较沾起来一下 让笔尖稍浓 那因为这一个紫色 有一点点干 就是放回稍微久一点 好 第二朵 喜欢让花呢 互相呼应 那这里留要落款的地方 那这里留留要落款的地方 一 再沾回浓的 二 这都是基本的最入门的牡丹的组合 好 再沾清水 烤下来 因为水分 原料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好 再淡的 沾好了 再沾浓的 要下笔前沾点水 侧面 下笔前沾点水 侧面 下笔前沾点水 侧面 画下面的部分 所以沾起来拿 ADAM drupal 他们要下笔前沾点水 就要下笔前沾点水 再沾点水 請 итоге 再沾个浓的 笔间沾水 好 这一朵我们要的花的形状 好 出来了 一样把饼稍微洗掉多的颜色 剩下很少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稍微填一下 让它一整朵 一整朵有水分的 有生命力的 母丹花 好 等它干 好 继续来画叶子 这一朵的叶子 沾清水 沾淡的绿的 颜色可以稍微有变化 我这里有准备一些花青末 沾花青末 然后笔尖来点末 好 好 沾淡的中间 你接沾红的 写牙包 大概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 来写一下叶脉 沾浓的 因为这个很湿 我们在这里稍微吸一下 好 来 这个 这一次 看要是属于这一组的 或者是另外一组 这个让它是这一颗好 那就来补这个颜色 里面是清水 比肩浓浓的 紫色 可以还有点水 这个部分 还有点水分来画 颜色接在一起更好 就是这样子 如果那个 外面叶子的部分 就是花脱的部分 全干 出来的味道 不会很理想 就是稍稍有水分 接在一起 好 现在来画木本的部分 木本的部分 建议用化山水的牛耳饼 摺石 你要让它这里呈现两颗或三颗都可以 只要气接得顺 就可以 下笔前水分要控制好 下笔前水分要控制好 好 让它 轻轻的 有力道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个要呼应过来也可以 基本上两只颜色不要一样 稍微有变化 要用力 有力道 硬硬的感觉 就是木本的部分 转过来 转过来 画这个部分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 就是要写出那个力道来 那下笔要有用力的感觉 那个力不是下去 是有劲 好 来画花心 好 现在来加花心 花心就是在这个花瓣的往上的后面 就这个部分 现在还有水分 这样子 最适合 完全干了 但倒不是最适合 现在还 湿湿的 白的先沾 你尖 沾黄的 这个要点的漂亮 要练 我自己是练的相当久 怎么样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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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一定要先沾白的 再沾黄的 这样那个黄的才会显得出来 好 再来 继续 对过来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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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